王子盈為你解構星爺的秘密 前無線主播王子盈 日前為Roll Show節目千鈞一百作拍攝 問到她有沒有留意 世慶放棍星的節目 她表示有留意 那子盈 以你由2008年做燕湯式星爺到現在 你覺得她是一個怎樣的人 她喜歡揹著背囊 她是一個很Nice的人 很較後輩的人 太多… 她受歡迎 絕對受歡迎 她的好依然難盡 她是一個很關懷別人 而且她無緣無故叫大姐前大姐後 叫我 我小她十年有多 但其實她是一個很有禮貌的一個人 很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就是她謙虛 她有了子 同時她願意教別人 那在你和她共事期間 她有沒有傳授什麼獨門秘技給你 她教我很多事情 以及很多中大師兄前輩 或是TVB新聞行業的前輩 都教我很多事情 他們都很容易 很樂意去教別人 而她太多了 她教我的 譬如我剛進去做一個主播的時候 和一個記者的時候 我會接觸到一些體育新聞 體育新聞 我不是一個強項 亦都不熟悉 但她就很好 她留意到一些新人的表現之後 她會作出一些善意的提醒 令到你透過這些意見 很難得的 人家願意告訴你 你不好的地方在哪裡 不是罵你 是善意地提醒你 希望你下次做得更好 那種感覺很窩心 那現在星爺做的節目 就非常受歡迎 你又會不會參考一下 她做節目的方法 從中吸收經驗 令到自己做其他節目的時候 更加得心應手呢 看她的表達手法 其實很值得很多人去學習 生日前出 但是我經常都會覺得 每個人都有她獨特的方式 還有有些說話 出自她的口 或者出自她的製作 才有那種風味 會互相去參考和學習 但是不需要模仿 永遠都是這個 就是東升的風格